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季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 在昨天的话,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的冠军已经决出 陈梦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终是4比2战胜了孙颖莎 拿到了自己的第二枚奥运会的冠军 而对于孙颖莎来说,着实非常可惜 因为如果能够拿到这次奥运会的冠军 他将会超越张继克,成为乒乓球历史上完成大满贯时间最快的运动员 可以说大家看好孙颖莎,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孙颖莎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周期 确实是现象级的统治级的一位运动员 而且对比陈梦和孙颖莎两个人的过往战绩 孙颖莎占据优势也是非常应该的 可是在这场比赛,无论是现场观众,社交媒体 甚至连央视的主持人完全是一边倒的去支持孙颖莎 包括在现场的外国观众 对于乒乓球不是很熟悉的这些当地的所谓的观众 他们甚至都怀疑陈梦不是中国球员 孙颖莎才是中国球员 所以种种一系列的行为吧 让大家在赛前一边倒的支持孙颖莎的风向完全转变 在陈梦夺得冠军之后,所有的人都开始支持陈梦 觉得陈梦是出了一口恶气 从而因为这些极端的表现 把这种不好的情绪又引到了孙颖莎身上 可以说这种饭圈文化,极端球迷真的是坑苦了 孙颖莎这样一位优秀的球员 如果单单是球迷的话 这个还可以理解 毕竟球迷他很多时候他都带着情绪看球 无法控制 但是作为一名专业的解说员 是否应该保持公正功利呢 而且这还是两位中国选手之间的比赛 如果说这是孙颖莎打外协会的选手 你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现在是两个中国选手打球 一旦孙颖莎打出好球 央视的女解说员就会提高几倍的分贝 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兴奋之情 而一旦陈梦打出好球 则解说的较为平淡 甚至当陈梦连续打出好球的时候 直接就是沉默不语 这样的一种行为 也是引发了球迷对于这名女解说员的不满 她的个人社交媒体在赛后也被冲爆了 很多球迷觉得央视是否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处理 因为在过往的话 类似的情况都是遭到了处罚的 最典型的就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 当时意大利和澳大利亚队的淘汰赛 从而导致被彻底封杀 那么这位女解说员如今犯的错误 理论上来看要比当年的黄建祥更加的严重 因为这是两个中国选手在比赛 她会不会遭到处理呢 就目前来看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在北京时间8月4号晚上20点30分 所进行的这场南丹决赛 樊振东与瑞典选手莫雷加德的比赛 坐在解说席上的依然是这位女解说员 或许临时的更换解说员的话 对于乒乓球这个项目来说难度太大了 因为当时解说世界杯的足球解说员 除了黄建祥之外 还有两位实力非常顶尖的同行 所以说完全可以把比赛给云开 但是乒乓球比赛的解说员 哪怕是在央视都是非常稀缺的 我们看到甚至很多直播 其他国家队比赛的时候都没有解说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能够继续使用这名女解说员 毕竟她的专业性还是没得说的 只是在情绪控制方面 确实需要加以平衡了